近两年华为的手机产品线基本是和性价比没啥关系 但是前阵子发布的MatePad 11.5s 让不少持币弹构平板的用户眼前一亮 麒麟9000系列芯片金属机身 144Hz 2.8K高刷屏 关键首发价格只要1899元 可以说是突然性价比了 毕竟在平板折叠这个领域 鸿门系统软件优化 对比其他安卓平板确实会更有优势 和680的Nova11s比 按的简直就是做慈善了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购入了这台平板 看看它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 我们买到的是MatePad 11.5s 灵动款 这次搭载的处理器型号是麒麟9000WM 光看这个后置有点麒麟9000s降平板的意义 但实际上这颗处理器的性能和预期出入还挺大 对比9000s 9000WM砍掉了一个小核和一个中核 大核频率从2.62Ghz降到了2.35Ghz 支持超线程 也就是6核9线程 给Bench6单核1148多分是2980 理论CPU性能大概就是一个骁龙七七八九的水平 GPU型号是马良的910 频率同样是750MHz 在3DMark Y的Live测试中 实际性能就只有9000s一半出头了 约53.5% 所以和CPU部分一样 9000WM的GPU核心规模也同样进行了阉割 可能是从4CU砍到了2CU 所以理论性能层面 9000s和9000WM 其实是两款完全不同性能等级的SoC 做类比的话 就有点类似于骁龙888和骁龙780G之间的关系 能效这块我们也是简单测试一下 在SPEC06整数测试中 9000WM2.35Ghz大核的性能得分是29.09 对比9000s 性能降低了16.9% 功耗降低了31.5% 所以9000s2.62Ghz大核频率 显然是过了工艺能效拐点了 适当降频 功耗会下来许多 中和频率跟9000s一样 跑SPEC06的时候会降到1.93Ghz 此时性能得分是24.06 功耗是1.54W 能效是15.6 对比9000s综合性能能效瑞有下降 GPU方面 阿斯德克1080P测试中 9000WM性能对比9000s 降低了45.7%的情况下 功耗也降低了51.6% 大概是4W左右 理论性能数据基本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实测 原神默认是开启超级帧率的 高渲染进度下 实际渲染分辨率是1278x840 因为长宽比例的关下 实际渲染像素是略低于手机上的720P的 20分钟平均是53.2帧 功耗是7.76W 机身最高温度是40.7度 热源靠近镜头部分 因为是插针 在视角转动以及人物控制运动的时候 画面看起来会一卡一卡的 关闭超级帧率之后 20分钟平帧率下降到了40.2帧 整机功耗上涨到了8.03W 机身温度也是达到了41.2度 帧率是全程没有摸到过60帧 原神不行 那么负载压力更高的新铁测试 基本就突一了 20分钟跑图测试 平均是29.3帧 游戏从一开始就只有3帧左右了 功耗是8.15W 机身最高是41.7度左右 网者容量目前最高只支持60帧 不过这个尺寸的平板 应该是没啥人手挫网者吧 和平均 720P最低画质下支持60帧 在网上的画质档位 最高只支持到40帧选项 所以从娱乐平板角度来说 MatePad 11.5s 0度版 基本是告别米还有全家桶 即便是要求比较低的吃鸡 目前画质的帧率支持上 也是比较差的 虽然说9000W的性能比较弱 但是日常中轻度使用 流畅度没啥问题 尤其是平板上 红魔S的系统动画优化 要好于很多安卓平板 不过因为处理器的性能上限 就在那 应用多开 或者说部分信息的快速滑动的时候 还是会出现一些调真情况 系统特效上 也阉格了锁屏通知的实时模糊 红门生态上 则是阉格了多设备的任务中心 属于是小刀 并没有对生态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测试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一个bug 视频的APP有时候是全局120摄子 但是有时候又会变成6摄子 一开始以为是温控 但是副侧发现和温控没啥关系 温度低的时候也会出现锁60帧 暂时还找不到规律 屏幕这次用的是2.8K LCD屏 6个区块 平均分值亮度是436nit 亮度在2000价位平板里 算是中规中矩 不过可能是屏控差异 我们手上的台 顶部边缘存在一些落光灯影 默认的色彩模式是标准 覆盖97.2%的SRGB色域 和72.5%的DCI-P3色域 但是和华为手机标准模式 通常采用的6500K色温不同 这台平板默认的平均色温 有8000K左右 平均太太一是3.9 先用模式覆盖99.9%的SRGB色域 和94.8%的DCI-P3色域 平均太太一是4.4 色温和色润表现都不太好 建议手动调整下色温波轮 四扬声器的实际效果 大伙可以戴上耳机简单试听一下 充电后面 随机负责的是22.5W的充电头 但是实际支持是66W 更新iPad Pro最高支持45W 却只送了20W充电器一曲同工 不知道是致敬还是单纯的清库存 使用66W充电器 15分钟充入电量是9.56W时 0-100%充电耗时是65分钟 作为平板来说 这个充电速度表现还不错 8800mAh电池 100%电量到关键的视频续航测试中 MatePad 11.5s坚持了11小时 横向对比来看 算是优秀水平了 平板的软件方面 一直是一个难题 就算是红门也不例外 除了那几个官方的HD应用 剩下的都比较依赖于平行世界 没办法 生态就这样 当然同样是平行世界 红门这边的优化 确实要比其他安卓平板更强点 比如说可以借用同一个应用 左右页面上下级关系 可以各看各的 购物比较的时候更加方便 另外MatePad也搭载了一些PC级应用 PC级WPS并不稀奇 少见的是PC级CGView 看文献再也不用抱这个电脑了 对于大学生来说相当友好 当然这些PC级应用 实际用起来有点像是触摸屏的Windows 更适合外接鼠标 或者说搭配磁吸键盘使用 由于三代新闪笔 现在第三方平台已经是降到三字开头 所以用MatePad组一套 无纸化学习平台成本并不高 先来说一下这个笔 笔身有类敷涂层 所以说手感不错 自带一个透明笔件 包装里还负责了一个传统的实色笔件 使用时透明笔件会明显比传统笔件滑一些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手感 还是传统笔件书写体验会更好 如果说你对这方面的要求比较高 那么还是得去贴一张类纸膜 延迟方面不管是自带软件还是第三方 笔都有一点点延迟 但是不影响正常的书写画画 除了笔本身 相关的软件适配也很重要 这点华为也没有管身不管痒 市面上主流笔记软件都有做适配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尝试无纸化 还不知道用哪些软件 华为还专门做了一个手写笔下载专区 不用担心下载到一些乱七八糟不适配的应用 发布会上 华为还着重介绍了自己的笔记软件 体验下来确实有点东西 最好用的我觉得是这个AI字迹调整功能 感觉专门就是针对字写的一般同学设计的 觉得哪里不行就缺哪里 然后一改 这样就不用担心 期末复习阶段 看不懂自己的加密笔记了 还有这个全局批注 开会上网课都能用到 从屏幕右上角向内滑动就能调出 然后直接开始批注 绘画软件方面有华为官方字眼的天生绘画 预制了100多种笔刷 最多可以建立60个屏幕分辨率的图层数 可用性还是挺高的 只是这个画布最大尺寸被软件限制在了3000x2000像素 就算是外部导入也不行 希望后续能够开放更高的分辨率 项目导出可以使用PSD通用格式 方便你在别的设备上修改 而且还有延时录像功能 可以把你画的过程记录下来 看着还挺有成就感的 所以如果你买平板的需求 只是记下笔记偶尔画个画 这套组合确实可以替代入门的iPad加笔 甚至在记笔记这方面它还更好用 不过如果你是把画图当做生产力 那么我建议还是你购入iPad 那边的软件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本来买这台平板电脑是奔着它的性价比去的 但是没想到华为还是留了一手 在处理器上砍了一大刀 导致这台机子要比很多870平板性能还要更差 如果说你买平板的需求里 是需要经常玩手游 比如说米哈游全家桶 或者说高画质高帧率的吃鸡 那么我建议还是出门诱管 稍微加一点点就可以买到存置空间更大 性能释放更强的骁龙8家或者天9000平板 游戏性能这块是真的强太多太多了 感觉这一次MatePad 11.5s 跟其他同价位的平板 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了 别的平板重点还是在电脑上 虽然说配件什么的都很全 但是艳阳都不惊 而MatePad走的是五指画学习和画板的路子 如果说你买平板就是为了写写画画做笔记 那么在这个价位除了iPad 你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这些天用下来之后很难不怀疑 华为是想进军学习机行业了 你看宣传往五指画学习和画板上去靠 主要更新也是集中在书写绘画场景 软件上有大范围改动之后的笔记APP 和自研的绘画APP 硬件上有更便宜好用的新闪笔 再加上这陈弱到基本打不了游戏的性能 偷偷是买前娱乐机买后学习机了 OK那么以上就是关于MatePad 11.5s的体验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关注 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陪今天逛一逛 看一看色录更多优质科模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bye like bye